小娜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娜 看今天 今天就好暖和 今天都零上了 都零上30度了 都沒有戴帽子 也沒有戴手套 感覺在外面還行 穿這些也不算太冷 東北的天真說不好 前兩天都武裝的 也就露兩個眼睛了 都感覺冷 但今天就感覺不冷 有點小粉 但是 感覺挺暖和的 有點開脆的感覺 大家不都說農村的生活環境 生態環境好嗎 唉 讓大夥看看我們的農村 整的 啪啪打臉呢 現在就說我家生活的地方 就是一直看我視頻的朋友都知道 不有礦膳嗎 然後現在污染特別的大 就是滿天的灰塵 雖然我們看不見 但是我們可以感受到 先領大家看看 有多大的灰 從這大門進來 你看看院子裡的雪 就知道了 就是這個地方灰塵有多大 你看這雪 你看這雪 這雪黑的已經不能再黑了 一半是白的 看外面這雪多黑 老黑了 根本就不是白雪了 叫黑雪了 就是院子哪哪都是灰塵 就十夜一長 這面這灰落的 你看有多厚啊 看這灰 看有多厚 多厚一層灰 我媽張天都不敢再院子晾衣服了 平時都在院子晾衣服 張天就洗完拿出來控水 空了十了多分鐘 然後就得守到屋裡 放在抗氧量 灰實在太大了 先帶大家上後邊看看 後邊能看見他們工作的地方 看後邊的車 放大一下鏡頭 過去了 我路過這 看見蜜粉都飛出來了 就知道今天有多暖和了 蜜粉只有暖和的時候才往處飛 你看 平時冬天就一個都看不見 這今天全飛出來了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我家的後園子 能看到我家整個院子 看院子裡的雪 有多埋的 前面這個傘 山上就是 最近他們就在這上班 看見那個車 在那幹活 看那個車正在那排炸的 就到著這下邊了 比我家有多近 這邊就是我家 就是我踩在這草上 都一成灰啊 灰都飛起來了 這要是放在礦山未來我們吹之前 哪有這種情況 就是雪地裡的雪都是白白的 哪有像這種這麼黑 看房子上的雪有多黑 就是院子你都能看到 就是院子你都能看到 看那院子上的糜 這灰一多了都成糜了 一盞上水啊更埋的了 那我平時啊我家院子都特別的乾淨 都沒有這麼多糜 這就下了雪之後 然後又落地灰 你看這灰多厚 能看見嗎 看這灰 看這道路 我們應該是最最埋的這個農村了 灰太大了 要是沒有雪 你會對比不出來的 這有雪你就知道了 這有多埋 你看這雪 要不正常的雪都是這種白白的 你看你看裡邊多白 之前啊也是有灰的 但是沒有這麼大 江上這灰也太大了 也別就離這太近了嘛 就是之前都沒有感覺到有這麼大灰 雪也沒有這麼埋的 可能有一層灰 現在這灰也太大了 就是落在一起 都有點沉迷的感覺了 就厚厚的一層 啊污染那裡太嚴重了 我感覺我現在在院子呼吸 呼吸的進鼻子裡都是灰 太可怕了 也希望我們再住一棟 然後早日就是搬走吧 捨不得是捨不得 但是這個地方屬實 現在不適合居住了 灰太大了 就是灰大吸到肺裡 對肺也是會有影響的 到時候全都是灰塵 因為就是肺最怕那個灰嘛 現在這灰已經太大了 就是右眼可見的大 都不像有一灰咱感覺不到 像這種灰就是感覺的太明顯了 就看哪都是厚厚的一層灰 現在變成黑色了 還能看見是紅色的了嗎 現在主要沒有什麼辦法 來解決這個毀大的事呢 不能總待在屋裡 不處了吧 對不 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 早點給我們錢 我們好盡快搬離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了 拜拜